浩瀚的宇宙中存在很多人类未知的东西 通过人类多年不断的探索 我们已经揭开了宇宙中很多的奥秘 但是你知道宇宙中多少知识呢 你知道宇宙中最大的是个星球是谁吗 它们一个个到底有多大了 接下来敬请听阿诚为你讲解 感兴趣的话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第一个仙女座PC 仙女座是宇宙中最大的星座之一 也是二世纪希腊罗马天文学家 托勒密列出的48个星座之一 它位于天球赤道100 仙女座的面积为722平方度 它的面积是满月的1400倍 仙女座的直径是22万光年 它的半径大约是太阳半径的1500倍左右 仙女座在254万光年外 是红超巨星中最明亮的恒星之一 仙女座拥有大约1万亿颗恒星 它比我们的银河系大得多 质量要比银河系大0.6倍 总质量是银河系的两倍 是太阳的8000多倍 在本星系群中当属个头最大 人类观察它甚至都不需要有望远镜 就可以直接看到它 但是由于它距离地球 有17800光年的遥远距离 所以在夜空中看着非常暗淡 第二个仙王座RW 仙王座RW是位于仙王座中的一颗恒星 是一颗橙色超巨星 它的温度很高 有着440万度的高温 仙王座RW下的半径 大约是太阳的1450到1758倍之间不断变化 平均下来约为太阳的1545倍 仙王座RW不仅大还十分的明亮 它最亮的时候是太阳光的60万倍 最亮的时候也有45万倍 这个光度远远超过一般红特超巨星的光度 根据其光度骨刺 这颗恒星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倍 仙王座RW是一个不寻常的特超巨星 它的周期极常光辨周期长达50到70年 并且恒星距离地球足有1400光年 再加上它的本身亮度极高 在它最亮时可以用肉眼勉强看到 第三个天蝎座AH 天蝎座AH是一颗位于星座天蝎座中的红巢之星 它位于银河系盾牌南十字壁中 距离地球12000光年 这个恒星是其中一颗人类已知体积最大的恒星 每年最佳观看的时间为7到9月 它的是半径达91公里到11公里 是太阳半径的1287到1535倍 它的体积如此之大 如果天蝎座AH生存在太阳系的中心 它的表面会超过木星轨道并且接近土星轨道 光环绕这颗恒星的赤道一周需15到6个小时 而光环绕太阳赤道一周仅需14.5秒 天蝎座AH作为一颗明亮的红巢巨星 这颗恒星有着不确定性的爆发 而这些爆发会令到其亮度增加20% 除了亮度以外天文学家也无法确认其有效温度和笼罩这颗恒星的气体 第四个是大犬座Y 大犬座Y是一颗大犬座的红特超巨星 距离地球3900光年 举观测它的质量约为太阳的17倍 半径为太阳的2069倍 大犬座Y十分明亮大约有30万个太阳纳物量 一亿长高的恒星物质流失速率而被归为特超巨星 也是一只体积最大的红特超巨星之一 大犬座Y是一颗非常大且非常亮的恒星 是银河系中最极端的恒星 其表面有效温度低于3730摄氏度 与其他大部分出现与连星或多重星系统中的特超巨星不同的是 它是单一恒星 大犬座Y是一颗高亮度N型恒星 然而其轻线却具有高光度蓝点星天鹅座P的特征 大犬座Y具有强大的恒星风 由于其极高的光度和相对较低的表面重力 它正在损失大量的物质 它的平均质量损失力约为每年0.0006太阳质量 是一只质量损失速率最高的恒星之一 第五个仙王座VV 仙王座VV是一颗十变双星 是由一颗红特超巨星和一颗蓝矮星组成的 距离地球4900光年 它的半径大约是太阳的1050到1900倍 它的直径是太阳的1786到1900倍 是人们迄今已知的恒星中体积第三大的 其确实的质量不明 但从轨道的动态来推测 不超过100倍太阳质量 从光度猜测不超过25到40倍太阳质量 它的光谱分类为N2 光度是太阳的25万到57万倍 虽然体积很大 但是它的密度很小 表面温度也很低 第六个仙马座VX 仙马座VX是一颗位于仙马座的红巢星 距离地球大约5400光年 仙马座VX是银河系中最大的几颗恒星之一 是一颗脉动电星 早期测定单星的平均直径达到了太阳的1520倍 而膨胀到最大时更是达到太阳的 1940对仙马座VX的温度很高 在它质量时可达3400K左右 而在质量时约为2900K 仙马座VX虽然体积很大 但是密度很低 它的质量仅是太阳的12倍 虽然曾经单星被归类为特超巨星 但是最近的观测结果表明 单星的质量和光度均力特超巨星有不小差距 因此人马座VX应该是罕见的极低温红超巨星 第七个天鹅座NNL 天鹅座NNL是一颗位于天鹅座的红特超巨星 也是一颗周期为940日的半规则变星 它是天鹅座OBR星系的其中一颗成员星 天鹅座NNL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50倍 它是一只体积最大的恒星之一 半径大约是太阳的1640倍 天鹅座NNL也是一只光度最高的恒星之一 它的光度大约是太阳的32万倍 天鹅座NNL距离地球大约5250光年 它的年周时差大约是0.62毫角秒 天鹅座NNL的辐射的光度大约是太阳的300万倍 绝对热星是9.41只光度最高的特超巨星之一 第八个是盾牌座OE 盾牌座OE是位于盾牌座中的超红巨星 它被认为是一只体积最大的恒星之一 同时是一颗卖动变星 它的半径大约是太阳的1708倍 体积是太阳的50倍 虽然它体积很大并且光度非常高 但由于其距离地球及其遥远 并且位于天鹅座大列峰的隐匿带内部 所以它发出的光会被星际尘埃遮挡 因此人类肉眼无法看到这颗恒星 需要依靠望远界 第九个维斯特鲁1到26 维斯特鲁1到26是一颗位于维斯特鲁内的红巢 它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较大恒星之一 虽然天文学家对它的了解不是很多 但是推测这颗恒星的半径大约是太阳的1530倍 如果把它放在太阳系的中心 它的光球层会推射木星的轨道 并且维斯特鲁1到26被分类为一个明亮的超巨星 位于赫罗图的右上角 其实它的有效温度为3700K 是一个温度非常低的红超巨星 它的质量在已很快的速度流失 科学家推测这颗恒星很有可能会变成沃尔夫 它野星 第十个R136A1 R136A1是一颗负氢沃尔夫 拉野星 在巨大质量恒星列表中已知的恒星中 它的质量排第二 R136A1的质量是太阳的215倍 密度是太阳的250倍 它也在最量恒星列表中 在2010年R136A1被公认为是 已知的质量最大的恒星和最明亮的恒星之一 它的光度是太阳的150万倍 R136A1的热光度约为616万倍 太阳光度是已知光度最高的恒星之一 它的功率相当于太阳的600万倍 5秒的时间里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太阳一年散发的能量 好了本期视频讲到这就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留个关注 让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